想约女生 夸说要看你表现 你怎么说呢 真很难约 我放心 想约不想约都是你 在女生那儿 你就竖起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形象 谁也敢跟你聊天啊 但是一德哥看啊 约这样的女生出门 反而呢 是最点叛的 德哥呢 今天就只用两个金句 就让女生主动约散文 记得点赞出档加关注 爱点的那个舌头都舔拔了群里过来听一听 咱们就想一想啊 女生说这句话的这个潜来词是什么意思 女生嘴上说 看你表现 实际上就是两种可能 要不就是对咱们有好感 但是呢 还要考验咱们一步 看看咱们能对它有多好 要不呢 就是纯粹打咱们当一个鱼 想到咱们这儿呢 捞点好处 再欲据欢迎 直接把咱们给甩了 综合考虑下来啊 女生说这个看表现 那还是得见招拆招 咱们就先装个傻 对吧 你试试我 那我就试试回去呗 回复一个 我觉得好的感情 靠的是互相吸引 和互相欣赏 太多条条框框呢 就显得不太真诚 你看 咱们先看看 女生是哪种意思 对吧 后面的聊天 那不就方便随机应变了吗 要然 万一给女生聊崩了 那后面别说聊天了 先给咱们拉黑山出一条龙了 对不对 先给女生说明 咱们自己的一个恋爱观 树立一个高价值的一个人设 其次呢 这也是一种 对她的恋爱观的一个试探 你要是赞成呢 那你前面这种态度 那就是不对的 你要是不赞成 那咱们呢 从最基本的这个地方 那就是不合适 干脆直接就是好计好算 而且这句话 还能给女生 有点压力 这种态度 你别说对不对 最起码 对我来说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看上去 说这句话 屏屏不齐 实际上呢 里面的这个弯弯绕 那可多了去了 这一招欲心故纵 也是非常好用的 哟 太有视频了吧 德哥还没有发大招呢 你别着急 你看啊 你这回了一句 你意思我是不真诚 很会招重点 对吧 而且呢 正好掉进了咱们这个套路里面来 这会儿呢 先别着急回 让她的这个心情呢 有一个起伏 不然呢 刚才那招欲心故纵 那就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你看 女生那不是性子了吧 她又回复了一句 哎呀 我就是想矜持一下 这个就是掌握聊天节目的一个重要性 一旦女生进入到我们这个聊天的预设 那我们呢 只要顺着聊下去 那这事呢 就能事半功倍 不过呢 这中间也用到了很多的技巧 我们不如呢 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大招输出 安慰一波 成功了 直接就把女生给约出来 对吧 不成功呢 也能让女生对咱们这个态度改观 稳赚不亏 咱们就回复一句 嗯 太坚持了 错过的感情的例子 比比皆是 哎 暗示她 也许我们呢 也会因为你的不主动而错过 给她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如果你不懂得在感觉中营造另一个情绪 不妨死我666 我送你一份聊天观点手试 里面呢 有个各类型女生聊天的一个全流程 你看女生回复了一个 嗯 好的 我收拾一下就出来 你看 女生接受了我们这个观点之后呢 就会想办法去补救 同时呢 又放下了内心的一个结尾 更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升温感情 所以说啊 掌握好聊天这个计较在感情里面 那简直就是所向屁股业 可好 我这就去实践一下 不会聊天 找德哥带你轻松上开车 如果你还是不会 我来教你